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被这个美丽的州所吸引 这里是航空的发源地 美味的餐厅 有善的社区 令人惊叹的住宅和深厚的历史 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它一样 在决定搬到北卡罗来纳州之前 请确保您完全了解这个令人惊叹的州所有优点和缺点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Echo 走遍美国 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美国的人文风俗 世界奇闻趣事 生活小窍门等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每周二周五 美东时间晚八点 不见不散哦 请注意 本频道所有信息和数据都来自网络 仅供大家参考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利弊 首先来看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优点 1.轻松的生活方式 无论您是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安全的成长之地 还是在寻找一个安静的退休之地 北卡罗来纳州都以其轻松的生活方式而闻名 这里有许多繁华的城市 如罗利和夏洛特 但迷人的小镇也提供其他东西 这里没有人匆忙 您会发现南方的热情好客在每个地区都盛行 人们不仅很随和 而且无论您身在何处 他们都非常友善且乐于助人 这是人们在北卡罗来纳州购买第一套房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安静的海滩小镇是放松身心的最佳场所 您很快就会明白为师摩它们是大型度假圣地 如果您正在寻找慢节奏的生活方式 北卡罗来纳州有最好的城镇可供选择 2.美丽的海滩和山脉 从三角区出发 您可以向东开车两小时到达海滩 向西行驶短短几个小时即可到达山脉 无论您喜欢冲浪还是滑雪 您都可以在北卡罗来纳州尽情享受 海滩和山区都是度假的主要目的地 尽管许多人都住在这两个地区 这里有一些评价很高的大学 例如位于海滩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 和位于山区的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 大学毕业后 许多毕业生决定他们不能离开美丽的地方 甚至不能够买他们的第一套房子 三 生活成本低 在寻找搬迁地点时 研究生活成本应该是您的首要任务 因为每个地方的生活成本差异很大 作为美国人口第九大州 北卡罗来纳州仍然保持健康成长 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0516美元 整体生活成本比全国平均低4% 住房 水电 食品 衣服等公共开支也都低于全国平均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北卡罗来纳州在最负担得起的州名单中 总体排名第23位 请记住 每个地区的价格都有所不同 因此请务必查看北卡罗来纳州的最佳居住地点 如果您想在这里拥有房产 请查看了解北卡罗来纳州的房产税 4 良好的工作机会 北卡罗来纳州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经济蓬勃发展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 预计2018年至2028年间 北卡罗来纳州将新增30万02000多个就业机会 年增率为0.6% 北卡罗来纳州需求的大部分工作 集中在电脑和数学 医疗保健 资讯科技 食品和加工制造 以及纺织领域 此外 杜科大学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等名校 也吸引了大量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毕业生 北卡罗来纳州有10家财富500强公司 和17家财富1000强公司 其中许多公司靠近夏洛特 这里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保证您能在家附近找到完美的工作 5.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除了海滩和山脉之外 北卡罗来纳州还与其丰富的历史 有趣的活动 夜生活 餐厅 公园 农贸市场等而闻名 在北卡罗来纳州 您可以轻松找到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活动 无论您是想在周末寻找活动 还是参加北卡罗来纳州卡里的中国元宵节等特殊活动 这里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请务必参观北卡罗来纳州 所有令人惊叹的博物馆 体育赛事和高尔夫球场 无论您喜欢如何度过时光 您都可以放心 北卡罗来纳州适合每个人 您永远不会感到无聊 根据您搬到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活动 但每个地区都有有趣的活动 酒吧 节庆等等等着您去享受 下面介绍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缺点 1.大城市人流量大 由于缺乏公共交通 大多数居民乘坐汽车上下班 这意味着主要城市的交通量可能很高 许多在罗利工作的人 从Apex Holly Springs和Carrie等城镇上下班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到罗利和夏洛特等主要城市地区 该地区的交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搬家前要做好长时间通勤时间的准备 好的一面是 北卡罗来纳州已准备好 透过增加更多高速公路和改善重要道路来应对人口涌入 NDOT目前正在建造 从Holly Springs到Nightdale的540号洲际公路 这将带来巨大帮助 2.炎热的夏天 作为南部的一个州 北卡罗来纳州除了山脉之外 并不以寒冷而闻名 但它以炎热而闻名 夏季某些地区的气温可能高达华氏90度 对某些人来说 这可能是个骗局 但对其他人来说 这只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最好的海滩 享受清爽海水的另一个原因 如果您不在海边 您仍然可以在北卡罗来纳州最好的水上乐园之一消暑 请注意 夏季也非常潮湿 这意味着您必须格外小心防晒霜和保湿 8月和7月通常是最热的月份 因此如果您在夏季游览 这可能是游览海岸的最佳时间 夏季 山区通常会凉爽一些 气温在80多度左右 如果您想舒适地享受户外活动 夏季可能是最佳时机 3缺乏公共交通 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多数城镇 没有最好的公共交通选择 除非您有车 否则可能很难在州内出行 然而 仍然有一些选择 包括高速公路 铁路 航空 巴士和渡轮 如果您从三角地区 前往夏洛特 柏林顿 格林斯波罗等地 北卡罗来纳州有Amtrak 只需几个小时 另一个缺点是 某些地区的道路状况 需要大幅改善 威尔明顿地区 和东北部附近的公共交通系统 在获得600万美元的拨款 以改善居民服务后 预计将得到改善 4 部分地区犯罪率较高 选择搬到哪里 适应考虑的最大因素之一 是犯罪率 北卡罗来纳州 确实有许多安全的城市 但许多城市地区的犯罪率很高 罗利的暴力犯罪率 确实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财产犯罪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而言 北卡罗来纳州的犯罪率 下降了1.4% 这是暴力犯罪 和财产犯罪的结合 与南卡罗来纳州相比 北卡罗来纳州的财产犯罪较高 但暴力犯罪较低 犯罪率最高的地区 是怀特维尔、亨德森和维德斯伯勒 总而言之 您可以放心地搬到 北卡罗来纳州的几乎任何地区 5.不可预测的天气 大多数北卡罗来纳州居民 都知道天气是多么难以预测 有一天可能会下雪 第二天 由于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流的影响 您可能会穿着短裤 享受炎热的夏季和温和的冬季 海岸面临飓风的风险 这对所有居民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大多数沿海地区已做好应对这些灾害的充分准备 确保携带行动电源 备用电池、食物、水和以防万一的计划 从3月到5月 龙卷风季节会影响北卡罗来纳州 尽管龙卷风随时可能发生 与中西部相比 该州的龙卷风较少 但北卡罗来纳州每年平均发生31次龙卷风 不可预测的天气通常不是不搬到新州的理由 但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总是没有坏处 请务必研究您正在考虑的区域 因为暴风雪通常发生在山脉附近 飓风通常发生在海岸上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利弊 希望这个节目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赞转发 感谢支持 下次再见咯